大家好我是汪宇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已经开直播欢迎上中网流行网还有汪宇忠的脸书粉丝专业收看 今天我请到的是我的偶像 不敢当不敢当什么Costco亚太区的总裁我们张思汉欢迎欢迎欢迎谢谢你谢谢非常高兴有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对啊我们两个都喜欢篮球对重点是这个这个1988年时候琼斯贝时候我就是你的粉丝 然后我说为什么你是我粉丝呢球也打得好事业做得也好个性也好孩子带得也好跟老婆相处也好啊没什么缺点的 很乏味张思汉给我太多credit了太多credit了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么好你英文叫Richard 英文叫Richard对OK中文还是不认识还好还好有在学真的我在因为我四岁就去美国了对对对对所以全部的教育都是在美国那边对对对对所以呢1985年第一次回来打球 对对对对真的还好是球员因为球员你大概可以了解可是真的听不懂听不懂切入啊就是什么真的听不懂可是看他跑了一次我就说OK大概就是这个样子OK那时候连书都不太会说不会他说的美国长大那时候OKOK那时候我们在那边加州你是四岁去的吗四岁华人很少阿倫康提那边很多老白人呢很多现在华人很多了supremacy那种大白又很多我觉得就是环境不一样吧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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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我们还好我是喜欢运动啊 ок哎你小时候的体格就很好对对对我小时候应该说是啊比较算高可是不是最高的OK退队是 tearing min是我的父亲为什么你没有去移民那边没有没有嗯嗯应该是我爷爷啊他很早就过去了反正不就就不就我妈妈爸爸带我过去了然后两年以后呢我两个姐姐都过去OK给它所以到那边你就开始你的父母是很希望运动对不对他们always古 對對他們沒有說一定要去念書一定要去念書他們因為我媽媽嗯也是打籃球的啊媽媽是個球員在那個高雄女中我真的對 我爸爸是熊中我媽媽是女中我媽媽我媽很高我媽差不多17172173哦所以他們在高中的時候對他打籃球對我爸爸都喜歡運動嗯那我的一個小姑姑張宗慈 哦是游泳的所以他們的Background我們的Background都是運動類的OKOKOK你父親後來做什麼我父親是做一些啊貿易做生意OK對然後鼓勵運動雖然小時候體格就很好可是在奧吉康體在美國那時候有受欺負嗎長大的過程中我覺得還好我覺得你太你就很啊我還好但是我覺得我現在我就跟很多像很多一些家長嗯他們要送他們小孩子去美國嗯我他們說哎他們很怕啊怎麼怎麼去跟外國朋友交呢我說哎 所以讓他們去參加運動運動是最好的方式去交朋友嗯對不管你是籃球也好或者游泳啊因為大家都喜歡嘛嗯就很自然就可以交一些朋友因為我為什麼問你運動的問題因為運動對你的一生裡面太重要嗯不管是長大的過程嗯還有說在美國的成長嗯還有後來做事情啊所以這個不怕輸的個性 嗯不喜歡輸的個性嗯所以我看你出一本書應該是2017年吧2017年5年前了是是叫coach yourself coach yourself對教練自己對對那個是為什麼想出那邊說那時候啊這怎麼說就像你講的我我我過去這麼多年因為當個運動員嗯然後從運動學到很多原則嗯我在這個社會上用得到嗯而且呢我就我就跟我們下面的人講說你不要把你自己當成一個Manager嗯你把你自己當成一個 coach嗯因為coach講話的東西呢通常球員都會聽嗯那Manager講的東西呢不見得說員工會聽可是有那麼分派出來啊Manager也是管理人啊也是order啊等等等等那扣去就加點對啊是怎麼樣coach呢因為coach呢是在教不停的在教人嗯對不對一個Manager呢可能在order一些order命令一些人去做事情嗯但是如果你把這個當成一個coach你在教他們怎麼做 做這個我覺得這個態度不一樣啊可是人生中你沒有會比如你打球你回來也打這個呃NCAA啊一路打球後來呃85年回來他打瓊子杯後來又打了一點點那打了一段時間職業嘛對麥當勞麥當勞麥當勞如果教練教你太多你會不會喪失你自己表現的那種那種個性啊那種特色會這樣子你覺得我覺得還好我覺得今天也是一樣我看我如果教練不停的盯著我嗯我的態度剛開始 就是會很煩可是我想說欸這個教練要我進步而且他認為我可以我可以take他的criticism嗯他讓我講因為為什麼他認為說我今天他我很重要對這個球隊嗯我一定要表現的好嗯我們的球隊才會成績會好嗯那時候就跟我兒子說欸每個球員嗯有一個責任對不對你呢本來就是要得分你就是去得分嗯他呢他是搶籃板他呢他去幫你擋人嗯每一個就像這個一個公司 是一樣的每個人的position都很重要嗯就是不一樣而已嗯嗯那我今天當他們的主管或者總經理呢我是一個coach嗯我絕對不會去做他的工作嗯嗯我不會我們叫micro manage這個我絕對不會嗯因為我不可能比我的財務長更了解財務啊OK對不對不像你不要像科長一樣什麼事都聽得很緊我最因為我最不喜歡被manage這個樣子所以我不會manage我下面的人那種那個樣子我們都是一個team我剛給你聊你說 哎Cosco過去這25年怎麼為什麼這樣做的是我們的團隊很強嗯而且很團結而且你很喜歡用運動有運動精神或運動員的人啊我聽說你用了很多什麼這個殘障運動會啊哦等等等等也後來他們你覺得這個以後也可以到我們Cosco來工作我覺得這個還蠻感人的就他們精神真的不一樣啊愛運動的真的真的因為我的力我的我的我的觀念就是說今天如果他在運動可以做的很優秀嗯他一定在 在這個社會上也可以做的很好就是給他一個機會那也不一定我打高爾夫會會偷偷疑窮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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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對啊可是可是基本上你說今天因為一個運動員他make很多sacrifice對對對對對對而且他願意去做那今天如果我們給他一個好的一個平台我認為他也會make一樣的sacrifice為了他的事業所以你看臺灣這幾年的不管奧運 或者一些什么全民运动 等等各方面来讲 其实运动人口蛮多的 我觉得这是好的现象 而且不过你很早以前 就开始对你有运动精神的人 到你的公司来上班 你就特别喜欢 我觉得一个也打到国手了 周海荣是不是打到国手 周海荣 对周海荣是跟我一起 那个打中话队的 对对对 我们是室友 所以他加了我很多坏话 张话 张话对 但是呢 好是因为就认识了 对 而且我我是最年纪的 然后他是那个 就是比我大一岁 所以我们就一起 然后我退下来了 然后我就开始做Costco 然后有一天就跟他聊 所以你要不要来公司 好像他年纪不小的时候 才去Costco跟你工作 没错 没错 所以我就说 一个运动员 那个时候你很早的时候 你打到25岁就不打了 就决定要开始去做事 然后做Sales 对对对 那么大高个去美国 回去卖房子是吧 我第一个工作 第一份工作就是那个卖那个房 不是是工业区 工业的小Factory 小工业区的那个小工厂 小工厂 而且是不是不是就卖 可是我们是做租的 租给人家要开工厂 Rental Rental Lisic 我们叫Lisic Lisic 然后做得还不错 然后做的 哎我觉得做Sales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Trainning 我很喜欢 我觉得 我觉得年前长大 真的要做Sales 对 所以刚才讲 有运动员的精神 还要做Sales 运动员要很冲 Sales要很软 这要很pen 汁太狠 可是我觉得Sales 可以学到我们叫Rejection 被人家拒绝 被拒绝 为什么你跑十个案子 一定是九个被拒绝 就是那一个 你这么 你198公分的这么大块 在美国也算大块 然后被拒绝 那个心情怎么样 你在你那个时候打篮球 每个人 哇张思汗张思汗 强力篮球 So proud 可是我很奇怪 我这么跟你讲 我从来没有把篮球 当成为一个事业 很早很小的时候 为什么呢 第一 我看啊 我长大时候的 还是没有对自己 很有信心 打球 你说到 Even 你打完 穷斯杯 很多人跟你 在高中 跟到大学 是不是美国的环境 篮球高手太多 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呢 我觉得说 OK 这个篮球 是我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工具一样的 对不对 可以让我得到一些东西 可是不是我的事业 可是我那时候 好像我记得跟你聊过 还是什么 我说你 你是不是也NBA 也曾去 有啊 我去那个 Golden State Warriors 去Try out Rookie 我们叫Rookie Camp 我去个大学 就在那个 就勇士队 在对 在欧克兰那边 那一进去一看 我去那个Locker room 换衣服 我进去 我是这样子进去 每个人都比我高 而且跟我一样的高 跟我一样的都是后卫 速度又快 你晓不晓得 你跟那么大高大的人 在个球场上啊 那个球场变得很小了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你看这种 210几公分的动作多快 他们从左边到右边了很快 我吓死了 对对对对 又快又壮 我说怎么去跟他们拼啊 心里就输一半 就是Mental 就是Mental 所以就而且我是打从台湾回去 我就是打前锋跟中锋 对 那大前锋 对啊 所以就变成很可惜 我没有去打 比如说三号 二号三号 因为我这个身高都是二号三号 甚至说一号都有 对对对对 所以就变成 我就看到我说 OK 那是差不多了 可以退了 哦 所以就reality 不是 这要很了解自己 可是在那个 你这不要说在美国 就当然美国 在台湾的时候 你真是太受欢迎了 那时候就刹那不做 然后回美国去做这个 这要下很大决心 你爸爸有跟你意见吗 还是怎么样 也没有 也没有 你想的就是变成 因为运动 本来就是要 好玩 要Enjoyable 要开心 OK 那一开始不开心了 嗯 我就知道说我不开心 我的球技一定会退步 OK 因为不喜欢玩了 你说25岁的时候 你就不好玩了 就就感觉好像没有意思 而且对 而且在台湾那时候 那个市场太小了 OK 所以呢 我就觉得说 OK 要回去 嗯 就回去 然后就开始准备 我的履率表 就开始送给公司 去呃面试等等的 就开始了 但是我为什么 我觉得因为我是个运动员 这种压力我觉得还OK 我可以吃了下 哇靠 对 所以就一步一步的 虽然看起来是个 对你来讲是个历练 可是我觉得从掌声离开 要去跟人家鞠躬 他要做Sales 卖小的这个 这个要租人 这个小的这个工厂等等 我觉得过程应该还是有点点啊 有要调整啊 要调整 嗯 但是啊 怎么说呢 就是我知道这个当个运动员的 对我来说呢 有差不多 差不多了 对 OK 好 休息一下 我们再跟我们的Costco的 市场太区总裁 张思汗聊他的运动 聊他的Costco 对他们真的很高 那些球员 我看 我跟 我看那边人打球现场 我们看电视上 他那个电视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他会减速 就是他因为播出 你看现场 那个那个哪像篮球 那个跟我小时候看篮球 怎么投射什么都不一样 那都往下打 其实我们去 我们去看那个P力 我们坐到旁边 我也喜欢坐那边 对对对 看他们真的很壮很凶 然后跑的速度很快 对对对 那个体验不一样 我很喜欢坐那边看 对对对 你NBA看过去前面没有 我没有坐到Quartzsite 但是我坐得很近 又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你想到NBA 你要看什么时候去看 如果你去一般的Regular Season 那也不好看 他们也是 季后赛好看 你去Playoff 完全不一样 哇 季后赛好看 我现在 我现在的愿望就是要 给我女儿赶快跟我买 那个什么 买最后节场的球票 我看他们买得到 想尽办法买 对啊 这个可能要去标 对 去Online 对 那个人生要看一次 那个现场 对对对 我有带我小孩子去 去那个看Lakers Coby对Celtics Boston Celtics 我们去第五场 他们输掉了 可是我们去看 哇 真的很棒 精彩 很精彩 那也是最后了吗 对不对 最后 Playoff 那时候他们还有 好像是Pierce Pierce那年 可是Lakers到最后赢了 拿到冠军了 OK 对啊 那个要 而且我认为要在前面看 要在前面看 看看那个一些大汉 那个跟竞技场一样 Arena 那个打起来 我看 那个肌肉 那个碰撞 那个什么 还有Football 我也想去看看Football Football 我想 我今天早上也看到 那个美国的那个NFL 先比Highline 那个Football 现在是 我现在觉得 那个如果在现场 那个球 那个球 速度 速度跟跑步 已经快到不像话了 而且运动一直在进步 好可怕 健康更幸福 大家好 我是万一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Costco的亚太区总裁 张思汉 我们讲过说 2017年出了一本书 叫Coach Yourself 在你人生里面 你觉得运动 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从小运动 到后来25岁不打球了 要去做Sales 然后就整个就弯腰 去做Sales 去工作 然后你还去马来西亚 一段时间 对我去 你去马来西亚 我做Sales 然后我就换了一个工作 然后呢 我们是 这个公司是做那个生产 那个木头跟塑胶的地板 对对 马来西亚木头 然后呢就把我派我派我去国外嘛 去金鸿坡 我跟我老婆刚结婚过去 我们就很开心 还没想到 你跟老婆是在美国结婚的 在美国结婚 对 OK 是在美国认识 在台湾认识的 那时候我在打那个麦当劳队 是别人介绍吗 还是怎么样 我跟你讲 这是很好笑 这是他的同学 是帮我们的董事长 是他的秘书 哦 孙纳伟 孙纳伟 OK 然后呢 他们两个是文早的同学 也是高雄 在高雄 OK 然后呢说我的朋友 这个从美国回来 然后呢 他也长得很高 他从哪里的 我老婆 他是在美国的USC 哦 男嘉大 对 他是在画画的 对 哦 那是我 我女儿学姐 对对对对 他是USC的毕业的 然后就这样认识的 然后就 那时候也没有想说会怎么样 不他也蛮高的 他也蛮高 他跟我妈妈 我两个姐姐都差不多173 你们家人出来 我们就很高 你们家穿看马路堵船 最好是进了 那时候我们进一个中国餐厅 再在美国那边 一个餐馆 然后进一看一看一看 都很高 然后我最后我进来 都看都吓死了 不过我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这个张赤翰老婆人很好 也优秀 谢谢 然后真的个性也好 然后带两个儿子 你们家都大汉 OK Anyway 然后就认识之后 认识之后 他们派我去 马来西亚 所以我们就过去 然后就是 我们那些工 那是那个加工的 所以我们都是跟公司 工厂联络 跟美国的客户联络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也学了很多东西 OK 可是因为这个关系 你才进 后来进了Costco 因为这个关系 我在马来西亚 然后我们去工厂里面 去看货 整整 不停的都碰到 那时候有个公司 叫Price Club Price Club的人 每次都碰到那些人 看同样的工资 在那个工厂 就这样认识了 然后他们就 那时候问我说 要不要去Price Club 去那边上班 那我说好 我就调到Price Club 我第一天上班 Price Club跟Costco 两个就合并了 是这样子 就变Costco OK 我就就Costco Costco一开始 在高雄那边 选在高雄 我就看起来 那时候像你们这样的方式 好像进到一个大仓库 里面要去选东西 而且对 而且是付费 对 是个付费 所以很多人都不习惯 会员制 会员制 而且是一定是付费的 对对对 所以刚开始 最主要是怎么样呢 要教育 我们的 我们的会员 Costco跟其他的通路 哪里不一样 对对对对 我们的价值在哪里 对对对对 东西好 对 价格好 对 有他的有他的价值 对对对对 就是不停的要教 教 对 然后我说你来这个创业 一开始就几个员工 开始做Costco 然后连亏五年 连亏五年 那时候对一个运动员来讲 一直输 一直输 这个压力很大 这个压力很大 要去美国报告 然后一放 全部字都是红色的 对呀 这种conference好可怕 很可怕 然后要跟 而且我们开会是本人要去 所以刚跟你讲一个月去一次 对 然后呢 我们在前面报告 我们的董事长 跟我们的那个 Chairman of the Board 就坐在你前面 就是almost这么近 要跟他要跟他报这些数字 这个很 Return What's wrong 对 What's wrong 那个前一个晚上 练习再练习 练习再练习 而且要要要要要猜 他可能会问什么问题 资料很多 就是就这样子 这个压力 那个压力很大 很大 很大 所以就是让你很努力的 要怎么做 就是要要要 Break Even 不要赔钱 然后慢慢就开始赚钱 这样子 对呀 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外商公司西游 很风 很这个风光啊 等等等等 其实那个压力大 很多人不太知道 压力大 而且我们那个 我们的老董事长呢 他我跟讲 他对细节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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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犹太人不是 他两个人 一个是一个犹太人 对对对对 一个就是一个外国人 Jim Senegal跟Jeff Brockman Rockman是个犹太人 对然后呢 一个犹太人他本来就是对对数字很熟嘛 那我们那个董事长他是很有经验 所以你跟他讲什么东西 他是看一看就知道 你看就知道了 但是我也学了东西 如果你不知道 你不要假装 shut up 闭嘴 你就跟他讲说 I don't know but I'll find the answer 我不知道 可是我会给你找到这个 这个回答 这很重要 I don't know but I will find the answer I'll find the answer 所以我就学了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假装或者骗他 因为一骗呢 你过去的什么东西 他就认为你在骗 所以我想 你要读中文的话 就是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之之也 不要装懂 不要装懂 跟老板 跟这种大老板一装懂 他人家都是从这个 小的也是像 慢慢做起来的 他太了解了 太了解了 他很hand on 什么细节 他都知道 都看 所以今天一个数字 一个什么东西 不对呢 他问你呢 你不知道 就说你不知道 Richard 张思爱先生 五年亏损 红字 还每个月要去 这个conference 要去报告 等等等等 这五年时间 他为什么要相信你 我觉得他可以看到 有进度 有在进步 五年 五年 所以变成亏损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跟韩国比的 那时候韩国 跟你的装 韩国刚开始 我跟讲 刚开始 全部的外 这个国外国界的 刚开始都很辛苦 为什么呢 因为早期呢 这个会员子 要给他一个时间 而且我们 而且我们不打广告 对不打广告 我的意思是说 亚太区去比 去比的时候 韩国 我们 我们台湾人 很喜欢跟韩国人比 因为差不多 市场大小 等等等等 民族个性都差不多 然后也是从杂货店 开始买东西的 所以跟你那种大型 仓促性的这种卖场 不一样 所以你那时候 跟韩国人 有没有竞争 他们会比我们快吗 有有有 你还是赢了他 打韩国 就很重要 非常非常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好 是因为 我们本来台湾这边 还是比较 喜欢美国的货 美国的品牌 OK 那在韩国呢 因为就他们的 那个国家的 对对对 吃也不一样 所以他们呢 他们的可能接受的时间 要比较久一点 而且那时候 韩国的牛肉啊 所以他们自己喜欢吃 自己的牛肉 跟猪肉 好 我们修一下 我们再跟我们Costco 亚太区总裁 上山聊下去 好 结果是 他先有吧 然后你 对对 然后后来 你就越来越好 那个比 有比较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韩国不一样 韩国是跟他们签 一个合约 是他们在manage 就像一个 像个license一样的 所以他不需要到美国去报告 他们比较少 OK 那我们这个呢 是我们自己来经营的 对对对 所以不是完全不一样 可是就是 他们是用一些 韩国百货公司的一些culture 我们这边是完全 完全Costco的culture 所以就变成有点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但还是会比较 我们觉得 一定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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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 这个是 这个就是我们叫这个 friendly competition 五年 五年 这个压力怎么怎么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体验 可是我觉得 不是一个坏的体验 因为你赔钱状况 你什么东西都看得很稀 重点老美 给你五年的时间不容易 我觉得五年 而且也许他说 他可能没有人想去台湾 或者找不到我的replacement 我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 当然找人也不容易 可是我说老美 给五年的时间 让你这样子慢慢慢慢 当然 往往其实很可惜 就是有些人都会在刚好要做好的时候换掉 我觉得这个他们对你的信任 缘分嘛 对不对 瞬间跟他们老板都很好 都很好 这是我第三十年了 对啊 开玩笑 所以你已经 Costco已经是你的family了 已经family了 而且我们的很 我们那些主管啊都是很自身 现在他们都开始慢慢推秀了 就是35年 你是跟他们一起工作到现在 对不对 一开始recruit进来啊 对 好棒啊 我们我们公司是四十四十年的历史 所以我做了这是我第三十年 对 你说在亚太就是他四十年三十年 你看也算也算早期元 也算早期 孩子也是跟你这样一起 跟你Costco文化一起长大 大家好我是望远中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说的是好事多Costco 今天请的是亚太区的总裁张思汉 聊聊你这个所有的过程 我们说一开始在高雄设厂 然后那个是快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差不多二十七年 对 1995 1995 对对 1997年开第一家高手 1995年开始筹备 对筹备 对啊 我女儿就是95年的 所以这是27年了 然后呢一开始亏五年 那五年的压力很大 那时候你怎么面对的压力 跟现在一样游泳吗 还是什么样 所以那时候运动对你有没有帮助 绝对有 绝对有 也是靠运动来 那时候做什么运动 那时候我还偶尔会去打篮球 那当然 去斗牛啊 去玩 就在那个高雄那边 在那个什么中山路跟什么中华路那边 他们有个球场在外面室外打球 我想我想最主要是就是要把这个团队做好 我们是团队的精神 这是我的一个我的一个management的一个style 今天我们成功都是靠靠一个team 对 失败也靠一个team 你的书里面一直在强调这些员工跟你很多年 然后现在大家也跟你这样过了快30年 我们刚才的那个周海荣 40岁的时候你才劝他到Casco来工作 他也做的很好 对对对 他跟你年纪差不多 是 OK 也做了很多年了 是 也做了很多年 然后他也是从零开始学 对 没错 到40岁的时候 这时候要要转业 但是他还是有运动员精神 可以接受这样的事情 的确 你看张三一直强调这个运动员精神 就coach他们 这样一起长大 我们我们的那个现在的总经理 台湾的总经理啊 也是个也是个球员 也是我们以前的麦当劳队的赵建华 他是一个老狗的台湾人 我有点印象 对 然后他打球 然后上来了南山高中 然后打那个他是台北那时候台北提砖校队 然后来麦当劳队 然后呢 他是从1996年就进公司了 早上当一个商品部的主任 然后慢慢一步一步来 对啊 但是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总经理 早知道要跟你讲 我也是打篮球 我打个沈家 沈家中队 我能不能进coastco啊 不过我也有 不得了 我也有这个运动员精神 你们先赚这么多钱 哈哈哈哈哈哈 不第一开始赚钱的时候的心情怎么样 开始 而且看看会员开始慢慢多了 对 我觉得 你的会员这个精神现在有三百万吧 呃快三百万了 对开玩笑 对 也成年人会消费的 你成三百万包括就是b2b的包括四人的都有 那四人还有他那个算不算那个家庭卡都算都算 三百万不得了成人来讲就几个人里面就首张一张这个好十多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成绩啊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我们的成绩不是说我们有多少卡 我们的最好的成绩呢 是我们的虚卡率 嗯 虚卡 虚卡 对 continuing 对 我们叫renewal 我们的renewal台湾是第二名 在美国全球是第二名 第一名是哪里 美国 OK 我们加拿大 我们是94个percent 好厉害 对94.6 加拿大是94.7 or something very close 那你们跟你们跟这些续卡的一些会员的互动 你们也不做广告的 我们不做广告 你们不什么也不那么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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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价没有 完全就靠商品取胜 商品 价钱 商品就是我我就讲说这是Costco的文化 嗯 对不对 因为我们做了那么久 而且呢会员了解我们了 嗯 他也知道说我们的商品对很实在很有价值 对这个Costco迷很多了 而且就说今天不管是卫生 whatever他们就相信Costco 对相信Costco 但是我就说我们我们还是有空间可以进步 嗯 但是呢就说今天你看94个percent 的renewal rate 那是很高相当高 对啊 相当高 你们已经有文化了吗 很多人去的 有些人真是买东西 有些人去寻宝 看你们那些新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有些人看看你们新的items什么是 有人去吃饭有人去像迪斯尼乐园那样去玩 是有人带着孩子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很有趣 我看那个网路上有一个美国女孩子 她是从巴西移民来的 她后来要进去要要选美国的要写AC 进美国的这个长屯腾大名校 嗯 她写的是从小 她把从巴西 他们来到美国之后进入这种大卖场 她每个礼拜她爸妈带她去买东西 她就把这个Costco的文化写成她的AC 后来长屯腾 她申请六个需要五个长屯腾 对对对对对 我有看那个 我有看那个文章 那个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而且你们也不做广告 所以你们的文化已经养成了 对我们的文化 然后呢就就变成啊 我说今天很多人想copy我们 嗯 对 可是你不能就copy一部分 嗯 你要copy 你全部要copy 嗯 那个就很困难了 嗯 因为你要copy 会员 你要copy 我们的价值的商品等等的 这个很难去copy 嗯 非常难copy 所以说变成我们有做了一个一个区隔 嗯 一个区隔 嗯 那我常常有在我书里面 我写我有个三个D ABCD的一个原则 嗯 那第一个D呢 就是define 嗯 我们的定位要很清楚 嗯 你看今天Starbucks 或者一些名牌 你就知道你的 expectation 就有了 嗯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Costco 市场区隔 对他的定位 饭店啊跟小超市要什么不同 嗯 第二个D呢 就是区隔 我叫differentiation 我们跟人家哪里different 嗯 那是第二个D 嗯 啊 我们的商品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服务态度等等的 Costco 人家就是不一样 嗯 第三个D呢 就是discipline 嗯 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些东西 我们就是这样做 我们的包装就是这么大 嗯 对不对 大包装 大包装 哎 我吃不了那么多 可是那个包装呢 是有最好的价值 给我们的会员每个地区不一样了 当然是亚 你现在是亚太区的总裁了 大陆也听你的啊 这个各方面来讲 你觉得台湾的你们Costco这些会员 跟台湾的Costco的文化是什么样 你给他们的话什么 就是这3D吗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3D是比较容易可以记得 而且可以介绍一些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你们选货 一定要有个localize吗 对不对 这个很 这个我觉得很有趣 很有趣对 我们要localize 可是我们也不要太localize 对 我举个例子 对 你们要美国精神 我们的我们的面包 bakerie items 甜点 我们一来这边呢 每个人说 哇台湾人怕甜 嗯 所以就开始把 美国甜点特甜 对 可是就把这个糖分减太多了 一吃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 比方说 你晓得一个cheesecake蛋糕 就是要很扎实 吃的要很rich 很厚 有点腻 milky 对 所以就变成 你把那个糖分减 就变成我们跟人家没有区隔 外面全部的面包店 吃的cheesecake都一样 对 可是拿吃来讲 我觉得你们会碰到一些对手 因为台湾人吃的文化性越来越好了 的确 甜点 也到美国看大东西大东西过瘾 的确 的确 这会是一个问题了 在未来 OK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就回来 我们再跟张森汉聊下去 我们还是要要坚持一个一个美国的我们的我们的热狗也是那个那个香肠是美国 对对对 就是一定要有那个美国的 我198几年 我去我去我的嘎吾拉儿童节目在美国打响 第一次去美国一九八五还八六的时候让我老哥接我我去吃他们的bread first 我靠我觉得那么厚我觉得蛋真多很棒了而且那个时候老美大概生活品质也比较好对亚洲人还很客气就叫做honey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真是天堂啊天堂啊那东西好的那个地步所以所以卡斯科进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整个状态来讲哇那又回到美国的烧机市场一样大卖上一样又不太一样 因为因为我们会员一定有个期待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今天跟我们同仁讲说今天我们不要怕我们不要怕我们我们怕是今天我们会员进来他不知道他进到一个卡斯科我们一定要维持我们的特色嗯对不对喜不喜欢我们无所谓但是你一定知道你卡斯科跟人家不一样可是我觉得你们的item选的实在是很有趣各种东西然后偶尔还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进来大东西进来 我下次请你们请你来我们试吃我们中午试吃一看十几个品项然后呢你看我们怎么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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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item评估这个item有没有资格上架从口感从卖相从生产从这个成本对对对对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很精彩我说你们那个采货多少人呢采购差不多看我们总共是有200块300300位了 你是台湾台湾这边啊就在内湖那边呢采购可能占一半哇对啊对太重要太重要而且采购包含物流包含那个quality control啊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的采购部门的里面 嗯这个很重要因为50%是进口的嗯采购就是大部分都是各地就想把机三个过来嘛对不对你们来你们你们你们来尝试还是怎么样 采我们采购经理系统应该很复杂呃还好但是我们好是因为呢台湾的人呢全部我们Costco的业绩的品项卖的好卖的不好他们都看得到非常透明化因为系统化 你都全世界全世界所以日本人可以看到我们卖的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英国OK等等 准备回来咯嗯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I like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I like 不思乱长 I like 103 9 轮流 大家好我是王远中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我们请到是Costco 亚太区的总裁张思汉我们谈谈他的运动精神谈谈他的书谈谈Costco 从开始亏损到现在 台湾已经有14个点 14家 对 那会不会再扩点 就要再考虑了 对不对 还是会了 你说台湾应该消费 可以有25家店 哇靠 这个应该慢慢来 慢慢来 可是我们现在还是 还是有一些市场 我们觉得适合可以开Costco 所以慢慢来 OK 那我要问你的 就是当然要问你 一些这个时代的变化 等等等等来讲 那我们刚才讲的 先讲一个问题 就是采购 我觉得采购很有意思 item这么多 有些人就是一段时间 像我们就是我老婆去的比较多 我是偶尔才去看看 我老婆带我去 怎么样 那现在也有些状况了 可是我觉得看那些 那些各种货 有时候我说 开始那个什么 助听器也有 对 轮胎也有 然后很多 眼镜配眼镜 对配眼镜 还有药局 然后很多眼镜 其实名牌 但是比真的比名牌店 价钱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 还有我看过报道 还卖过什么露营车 有 有 那听说你们有个秘密 就是只要尾数是7的时候 就是最后的价钱 是不是想 敢不敢讲 有没有这个状况 你要看有一个 有这个我们的那个price 有个mark 有个新 小心 那个就表示这个卖完就没有了 所以不是7这个lucky number 因为那个时候听说是255万的录音车 后来170万卖掉 大家传说7 找尾巴是7那个东西 那就是最后价钱 应该不是这样 应该不是这样 那你讲我就相信了 因为我们卖这些东西 像这种特别的东西 这个也是让会员记得 Costco有卖这些东西的 对 我们是叫treasure hunt 所以你今天来 你看Costco怎么有这个东西 叫什么treasure 就是找一个treasure 所以会员来这边看说你们怎么卖 我们现在卖金条 对对对 一斤还卖珠宝 还卖珠宝 钻石手表什么东西 然后放东西有时候都不太一样 都放这个 大家要去寻宝 我们的我们的逻辑是因为第一 如果假设你愿意买金条 愿意买一个名牌的手表 你相信我们觉得我们的price最低 我们价格最好 我们的卫生纸 我们的一般的生鲜 你应该OK吗 不会doubt 对不会怀疑 而且这会让我们的客单家拉高 我们客单家拉高 所以我们叫one stop shop 来Costco一次 什么东西都会买得到 对对对对 轮胎也换 对 这个眼睛也去换 就跟英国的Harris百物公司一样 从飞机到一根针 都买得到 对 那个就是很迷人的 对 但是东西要好 我们东西要好 东西要好 要有价值 对对对对对 代表这个Costco 这个品牌 Costco的精神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讲到说 现在 现在 现在这个年轻人 现在有两个问题 我对Costco 一个就是现在很多都小家庭了 你说那个东西 你们都是大包装 大东西 当然买 买多少个卫生纸 买什么都没有问题 可是他牛肉 现在买回来 像我们买牛肉 以前家里四个人都在 那买回来就很过瘾 现在就剩两个人 对 那胃口也比钱小 这样子以后 在台湾的这样子状况来讲 小家庭越来越多 那对Costco是不是个问题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想消费者 他们今天看到有价值 他们会想办法 我举个例子 日本 日本的房子比我们更小 对对对 他们呢 而且日本呢 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收费啊 在开高速公路很贵 他们就变成 我常常去日本看呢 可能是两个到三个妈妈做同一部车 嗯 共乘 对推一部推车 买东西呢 还没有出去就开始分了 肉分 OK 面包分 很整齐 OK OK 他们就combine 和团购一样 对团购一样的 这个就好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省钱 我们有价值 OK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都可以 就说如果你有价值 我们的会员消费者 他们会想办法 OK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年轻人都是网购 嗯 都是网购 就是看到什么都买 对没错 那什么东西都可以在cost买到 costco买到 但是什么东西 也可以在网络上买到 嗯 然后呢 也不要出门 嗯 这对你们来讲 就是他那个 那种shopping的那个 了解 对对 这个对你们来讲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 这也是一个一个trend 对 所以我们也有我们网站 我们有costco.com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 我们的 你看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重复的品项 可能不会超过30个 30% 30% 因为我们还是需要 希望我们的会员 来我们的实体店 去买东西 就是trip 就是trip 要来个trip 嗯 因为在网购 通常 消费者买可能 1到1.7个品项 嗯 品项很少 嗯 你买个东西 你可能就买一个东西 你就走了 嗯 付钱 就check out 嗯 对不对 你来costco呢 很很难就买一个一样东西 你可能来要买三样 你出去的时候买13样 嗯嗯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会员来我们的实体店 嗯 因为他们来的 我们知道他的消费 跟网路比起来会比较高 的确就是这样子 你看资料 你看数据 真的是这样子的 客单家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们在经营上看这种大数据很重要 非常 consumer的behabi 有 就这样会换来 完全 有 我们看数字 而且我们跟其他通路又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会员制的 对 所以伟忠哥你的消费 我都可以去看 可以记录 可以做分析 你太可怕了 没有 可是我们从来不用 很奇怪 我们从来不用 哦 我们算不用 我们也不卖资料给人家 当然 不给厂商 那就完蛋了 都没有 但是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 300万会员的 基本的一些资料 我们知道 对不对 消费的客单家 等等的 所以这个就对我们来说 我们可以做这个去分析什么 什么品项 应该会卖的好 而且你们进货的品项 可以看出于整个社会的变化 对不对 这个社会开始在十一 住行娱乐各方面 那个起伏啊 等等 对 还有就是我跟我们刚刚聊的说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其他的地区 其他的国家 什么东西卖的好 所以有这个trend呢 给这个buyer 台湾的buyer更有信心 这个东西在日本卖的非常好 韩国也卖的好 欧洲也卖的好 我们台湾可以进 那我问你一个 在疫情期间 你们的那个变化是怎么样 就进货啊 有什么最近很trend 最近很非常火 我觉得在疫情呢 我觉得我最感动 而且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成就 是我们尽量的没有断货 这很重要 对 我们空运 矿泉水 因为我们不想断货 这个成本我们愿意 不是说值得是我们一定要花 为什么呢 因为是我们的会员 他们付了会员费 对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断货 竟然拿不到货 对 你张思汗就惨了 对 没错 没错 所以这也是个文化 这也是卡斯克的精神 好 谢谢马上回来 后一新时代 有什么东西特别卖的特别好的 哇 这个很难讲 牛奶啦 这美国的鲜牛奶 从美国进的也卖的很好 对对 我说用品的 用品啊 有没有特殊的东西 比如黄金啊 什么东西卖的特别好的 有没有 黄金卖的非常好 台湾会员卡可在上海用吗 会员卡全球通用吗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你这个会 对 反正广告时间 都可以用 有没有特别东西 最近很跳出来 最近啊 我都可以看出一个圈 很多 而且我觉得我们好 是因为很多人喜欢在网路 讨论卡斯克的东西 对对对对 什么时候就开始写 对对对 你们那个太 网路太厉害 大家会 可是都不是我们做的 是会员 他们都有一个 有个group 有个chat group 就会会写 卡斯克已经是个文化了 真的是个文化 这也是也是努力了很久 哈哈哈 对我就说你很lucky啊 我觉得你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而且稳定 然后一直让他进步 所以我觉得你卡斯克 等一下再聊 因为你这个 你的人生是很有意思 而且很concentrate 很少人这样子 也许因为是当一个老运动员 你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子做 每天就这样做 这像马赤队的队员 我今天看那个马赤队 几个上的名人堂 很有意思 演讲 马赤队的流动力不大 马赤队很好 那个叫什么 那个阿根提尼选手叫什么来了 Ginobili Manu 他很好 很好 他左手嘛 对 而且他 他那个 那个他们叫Eurostep 对对对 欧洲step 他带欧洲打过球 他那个 而且他拼 拼劲 通常南美人很 很懒的 有时候 他那个拼劲 只好啊 我也欣赏 欧洲的球员来NBA 我真的 对对对 你为什么 现在也有那个小白人 那个大白人叫什么 GiGi 哦对 那个 他打得很好 Jokovic 对对对 不是Jokovic叫什么 Joker 他叫他Joker 大家好 我是望远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Costco 亚太区的总裁张思汉 我们聊了蛮多的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很快 后面我们可以聊一聊 比较轻松话题 我说今天聊的是你的运动精神 聊到的是Costco 如何这个从亏损五年开始慢慢一步一步建这个分店 现在有14家店 然后你们的台北内货店跟台中南屯店 但是亚洲区的这个国王跟王后啊卖的最好的对不对 然后一切都非常的棒 然后你做了三快30年一个球员如果打一个球队打30年是不得了的事情非常非常非常 名人堂要上好几次 所以你很lucky 而且在这个文化里面对不对 Costco在全世界就整个40年你就做了30年 嗯 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OK 所以你的运动精神很重要 你现在是每天早上去游泳 我现在还是运动 因为怎么说呢 这个就是一个习惯 就是要运动 我早上去走路 走步 那个可能走差不多五六公里 OK 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 OK 走一走 然后因为我差不多10年前受伤了 我膝盖打篮球受伤了 那时候就开始游泳 我复健 所以我喜欢游泳 跟这个外面散步 嗯然后呢做些轻的重量训练 嗯 就大概就这样子了 你游泳是每天游吗 没有一个礼拜目标是三到四次 一千公尺 对 40趟 在哪里 我们楼下社区楼下有个游泳池 Or那个ACC 在那边 对 ACCOK 但是你社群游泳池通常都很浅 你那么高个人下 还好 你下去不水到腰 还好 还好ACC很好啊 因为很标准 对对对对对 OK 那这样子说起来 你游泳是很重要 你是每天早上这个运动完再去上班 是 我是个early person 我是早 我是早睡早起的 OK 所以呢 你今天 我最要跟我开会 我说好 我说要不要早一点 他们说OK 差不多10点吗 我说no How about 越早越好 对啊 然后你今年算起来应该是57岁吧 58 58岁 58岁 有没有考过退休的问题 哦 有 我不想说退休这个字 我觉得我下一个一个工作是下一个事情事业呢 是比较是对自己有意义 哦 有 有开始想了吗 对有 当然有 当然有 我写那本书也是一个开始 因为我很喜欢帮年轻人 嗯 不管他们在创业也好 嗯 或者他就是要一个mentor 给他一些guidance 嗯 给他一个 我过去的30年 我知道我应该有些内容 他们用得到 嗯 我可以教他们 嗯 对不对 今天不管是对自己的身体规划啊 对他们事业规划 用这个方式 所以写那本书 然后将来呢 我也希望可以帮年轻人 嗯 因为现在社会又那么复杂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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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呢 全世界竞争嗯 将来我们的台湾的年轻人 怎么去跟比如说大陆的年轻人竞争 对在国际上 对我们有什么策略给他们 嗯 所以我觉得过去这30年 我学到的东西 包含当一个老运动员 都可以给他们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你要开一个很烧腾的公司吗 还是啊 我也也不需要那么正式的 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为 就真的就不是为了赚钱 OK 你开始有plan 有有个plan 有个plan 然后呃 今天就是 但是我很喜欢看年轻人 嗯 正式去创业 去得到这些成就 100多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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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我我也是那时候也是年轻人 但是我也虽然没有得到这些 对对哈哈哈 对对 我希望我可以告诉教年轻人 给他们一个规划 给他们一个目标 你写书的目的也是这样子 你的意思说 我听说说你爸爸是懂很多知识 懂很多很多东西 就很可惜他没有留下来 变成一本书 会一样东西 交给你的世世代代的子孙 我爸爸上海话也会讲 国语英文都会讲 而且他对历史 什么都知道 对他可以跟你聊四个小时 然后讲World War 什么打仗 什么中国人的history都会都很好 而且他很会很会讲话 然后很多朋友 那爸爸走了以后呢 就变成这些information一下就不见了 你觉得很遗憾 我很遗憾 所以我也希望说 今天怎么去可以帮这些人 而且留下来一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你准备 准备就是如果退休了 但退休好像没有 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 还没有还没有 可是就是 我要做的事情 我不用等到我退休以后 我现在还是可以做 不管写书或者说一些演讲 对演讲跟年轻人聊一聊 我们聊天 然后给你给你一些 给你一些方向 然后让你得到一些智信 去拼 你演讲应该很精彩 有外面请你演讲 还是公司准不准 有我有去大学 去那边演讲 偶尔去 然后讲Costco 可是也讲其他的一些 个人的一些理念 然后跟他们分享 对 这个很好 我们还剩下一下时间 我们就鼓起来谈谈 你对孩子的教育 对不对 你们家孩子 你是一路这样努力 这样很忙吗 孩子你教导的时间多吗 我觉得 我觉得还好 因为常碰到吗 我们在学校啊 学校碰到 我怎么说呢 我因为我长大的时候 我父母亲在教育方面 学校方面的东西呢 不太不太get involved 不太加入 OK 但是篮球每一场都看 不管我们在 我们这个主场 或者客场打 他们都去看 包含船金山 他对你赢跟输 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态度 我爸很严格 真的 很严格 对 所以输的时候呢 真的 那个脸色不好看 就是脸色而已吗 所以那时候 我跟我妈讲 说 It's only a game 我输 就是个game 为什么他那么 Why so seriously 对 为什么那么 一下输 都是那么生气 又怎么样 which is ok 因为他给我这个压力 就变成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受得了 那赢了呢 赢了也 也很 那就很开心嘛 那我开车开回家 大家嘻嘻哈哈嘛 那你赢了输 赢的多还是输的多 输人赢的多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你爸爸对学校比赛还这么认真呢 很认真 很认真 所以这方面呢 我觉得我就是跟我儿子 我老二他打球 对 从来不给他压力 从来不骂他 多高 192 192 老大比较矮 老大比较矮 176 差不多175176 对 那老二是打校队的 打了四年校队 所以那 那时候我就知道 那个感觉 我要跟他分析都是让他怎么去进步 教他 比方说一个教授说你为什么不抢篮板 我本来我也想抢篮板啊 你教我我怎么去抢篮板 你要教他 给他一个方法 你要去卡位 或者你要动或怎么样 我们卷存给拐子 哈哈哈哈 也是 所以就教育方面 我还是就说要教他们 可是你爸爸不是coach 我爸爸不是coach 你爸爸只是 我是我爸爸是那种当观念的 可是呢 看了他以为他是coach 所以他以为他什么都懂 OK 他那是他的可爱的地方 OKOKOK 哦那有趣 那有趣 对啊 可以给爸爸感情很好 还不错 因为年纪越大感情越好 因为我了解了 对 我了解了 对因为有人说做父母的不是很追随自己的父母 就是完全跟自己的父母不一样教育下一代 可是我觉得很可怕 我现在我像我跟你聊天呢 然后我讲话说my god 我越要像我爸 哈哈哈哈 我打个话给我老婆说 我刚刚讲的话 我好像我爸爸 人老婆 好可怕 对不对 人慢慢的 不会说儿子你的教育 但我们今天时间比较少 但也快到结束的时间了 OK 反正anyway 下次有机会再跟你们多聊 好谢谢 希望你多给年轻人一些建议 谢谢 非常开心 谢谢Richard 谢谢张思涵 谢谢 谢谢 ,. , 。 , 。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